铁棍 雅鱼 皮带 铁棍 欧巴 全面24小时夹带手 大家好 我是湖南省一阳市公安协讯 逼公私钥区丝专案被告人 罗素宗 文虎良的家属 罗素宗的女儿罗桃 我实名次举报一阳市公安 行政支队支队法周雷锋 罗峰 潘凡 胡宇峰 舒小赫等人 负责办理一阳414专案期间 至去年2021年4月17日起 在不允许律师会检查到我们的冬业的时间里 对我父亲罗素宗及同样文虎良的 实施了产无人道的刑续逼供 包括长期用鹿棍 雅铃 皮带 铁棍 欧巴 全面24小时夹带手铐 剿链 自此手腕被夹烂 强行把他们的头摁到厕所粪盆里 湿粪 喝尿 也许几天不给吃喝直到凝绝 把催泪剂喷到他们的眼睛上 鼻子里 嘴里让他们痛苦难堪 灌十几瓶自来水 喝到他们全身尿丝 然后在尿里面打滚 用木棍捧他们的生殖器和肛门 等等一系列在黑社会 才会有的恶劣手段 这时我父亲被打断多出肋骨 王左娘就左侧秋脑急性梗死 二级高血压 现在吐字不清 只能强行被单干排在法庭 两人都已经医院 验伤鉴定为轻伤 但一阳公安施报人员 至今仍未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父亲的案件 现在正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但协讯逼供的事实 竟然仍未得到法院的重视和财信 协讯逼供的违法人员更是逍遥法外 由于王左娘的子女都在一阳公检法工作 他们没法站出来讨要公告 但是我时也要站出来 协讯逼供的证据就在一阳检察院 省理法院拒绝调取 拒绝排飞 恳请湖南省检察院立即行使法律监督职权 督促衡阳中院启动排飞 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我必须要接近权力 救出我苦难中的家人 我恳请中央 恳请湖南省坚决整治 一阳公安系统的这群害群资马 还司法机关公正法治 恳请社会各界人士 关注四要事案件 恳请衡阳法院依法公开直播庭审 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 还我父亲等人的清白 防止烟假错案的发生 还社会的公平正义